大家记住,那走路的时候,看一个人的想法,比方说一个人走路的时候,经常上半身很稳重,顾与清零,这个人呢,是比较思想和心灵都比较健康的,那么如果这个人呢,低着头走路的人呢,这个人基本上是心事很重,而且呢,不大贫,而且非常苦闷, 所以你看这人给你抢发,走路的时候头脑低着的嘛,他心中有很多苦闷,所以这种走路都是不好的,还有很多男人呢,走路的时候呢,老往后看,实际上心有焦虑,就是心不稳定,大家明白吗,还有弯着腰走路的,这人运气不会通的,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说,经常把腰啊,挺起来,大概做了也算了,站的时候走路就尽量不要弯腰,弯腰的时候这人的运气就不好, 大家知道,人只有一个动物是站着走路的,头顶着天,脚踩着地,那就是人,你们说哪有个动物是头顶着天啊,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天的,所以人一定要头到天,一人一弯腰,头就不在天上,所以这就不行,运气就不好,明白了吗,所以呢,还有呢,就是身体重得好像没有着地似的,这个人身体很重,走得这样,像喝酒一样,实际上这个人就是说,身体会很差, 而且越来越长,实际上内风地失调了,还有,我再讲一件,很快的跟大家讲完,步履走得很大,挺直交走路的女性,啊,走路走的女性,就女人啊,走起来,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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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神气的不对,这种女人,我告诉你,都是自信太强,一般她的婚姻都不好的,很简单, 你去看看,很多模特儿就是了,走路走得好吗,大方一走路,她一甩,头一来,啊,来完之后回到家,老疯都找不到,人家怕了,我告诉你,很多模特儿人家用不起了,取不起了,你有多少人呢,她穿着用着,全都需要名牌, 一个名牌和一个不是普通的牌子,差不多了,谁会这么塞死,所以女人不要太坚强,太坚强的话,她一定是男人的命,但是呢,男人年纪大的时候呢,长着老太太的脸,那就是浮脸,如果一个年纪大的老婆婆,长那个脸像老太太一样,这是浮脸 好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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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